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在这里光荣地接受了中央领导人的首次检阅 1951年的11月 朝鲜战场依然是战火纷飞 美国空军集结了数百架飞机 飞临朝鲜平壤上空 企图向北进军 面对来势汹涌的敌机 志愿军空军飞行员紧急升空迎战 在这期间朝鲜西海面上空 志愿军空军部队进攻大小河岛的战斗 正式打响了 当志愿军空军的混合机群 通过鸭绿江大桥并右转至风炸航线时 突然遭到美军30多架F86型战斗机的偷袭 第二中队右辽机两台发动机 先后被击中起火 飞机遭遇失控 坠海阵亡 尽管如此 机群仍然保持密集的编队 组织好火力网进行还击 互相支援 在击退美军50多次阻击后 15时21分 志愿军其余5架攻炸机 终于到达大河岛上空 并把炸弹全部投向岛内 在志愿军空军的支援下 大小河岛顺利被志愿军攻占 在这期间 与朝鲜紧隔一条鸭路乡的东北牡丹江航校 亲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京考试合格 即将被分配到空军航空兵某运输师当飞行员 当十四位姑娘走出房屋的那一刻 从不远处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 大小河岛很快就会被志愿军顺利夺取 这一喜讯让女飞行员们倍感振奋 此刻的她们在想 自己何时也能像南飞行员一样 奔赴前线 奋勇杀敌 保家卫国呢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就明确提出 加速空军建立的步伐 并决定在第十四兵团机关的基础上 合并军委航空局 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 毛泽东主席做出了 大力培养航空人才的重要指示 这其中就包括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朝鲜战争爆发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曾对于空军的建设 从指挥机构的组建 飞行人员的培养 购买飞机 修建机场 解决燃料等 都做出了详尽的指示 随后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 连续召开了两次国防会议 在这两次会议上 中央对于组建空军航空兵部队 给予了高度重视 并授权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对于改装训练和接收苏联飞机 提出了具体方案 女飞行员刚从航校毕业 她们必须经历诸多严酷的考核 第一项任务就是进行改装训练 我们从飞行学院 现在过去叫航校 毕业了以后 用的是教练机 那么到部队以后 就部队装备什么飞机 你要学会什么飞机 要进行地面这方面的训练 还是要由教员在代教我们 这叫飞行当中的技术改装 1951年12月 某空军运输师 率两架苏式伊尔-12 和一架美式C-46运输机 准备飞往东北牡丹江航校 而此时 在东北牡丹江航校 新中国的首批14位女飞行员们 已经是整装待发 女飞行员们告别了航校与教员 从东北牡丹江航校 飞往四川某训练基地 此时的他们 已经全部编入空军航空兵某师 然而 就在女飞行员 抵达训练基地后不久 一个惊人的消息 从相隔1800公里外的北京传来 当时只有18岁的五竹笛 也在这个基地内 武处笛1933年出生于广州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 依然头笔从容 于1951年1月参军 之后被选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时隔60多年 回忆起这段往事 她依然激动万分 过没几天 就突然之间告诉我们 就是说今年的3月8号 北京要组织一个 庆祝你们的起飞典礼 那时候我们那个激动 那个心情就是非常的难以形容了 我们刚改装是吧 但是说这是任务 一定要完成了 为此在接到起飞庆典消息的同时 空军首长明确指示 为做好首都三八国际妇女节 起飞庆典的各项准备工作 部队一定要抓紧进行 新机改装训练 尽快掌握从苏联引进飞机的 驾驶技术 此时的空军首长焦虑不堪 女飞行员刚刚从航校毕业 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熟练掌握航线 编队 转场飞行 以及特殊情况处置 最后达到单机跟进的严整队形 几乎很难做到 对于这项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 14名女飞行员将如何进行改装训练 经过空军领导的反复研究 他们决定 将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太平寺机场 作为专用机场 由最得力的领导和最有经验的飞行教员 组成突击训练队 进行突击改装训练 这些顶级飞行教员 全部从美国留学后归国 并在飞虎队参加过抗日空战 虽然配备了顶级教员 但改装训练仍然面临诸多难题 其中最大的困难是 训练设备极度缺乏 连最基本的导航台都没有 条件如此简陋 改装训练该如何进行 这里就是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太平寺机场 周围的环境看上去非常破旧 一条土跑道坑洼不平 机场没有导航台 就连负责管控的指挥台也没有 于是干部和战士们只能找来了桌子和凳子 在桌子上安了一部短波电台 作为临时指挥所指挥飞行训练 那么如此简陋的设备 改装训练究竟该如何进行呢 1952年1月初 14名女飞行员的改装训练全面展开 第一次操纵如此庞大的飞机 正处在突击训练中的黄碧云 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在起飞过程中 飞机还没有离地 空中机器员就把起落架收了起来 造成飞机趴地 如果是水泥跑道 高速旋转的螺旋桨接地后 桨间立刻断裂 断裂后的桨间 如同炮弹皮一样飞向飞机 切换飞机机身 击伤机组成员 而这样危险的事故 就曾发生在兄弟部队 惨痛的教训 也让飞行员时刻铭记在心 万幸的是 黄碧云所在的是土跑道 螺旋桨打地后 桨间并没有断裂 事故发生后 空军部队进行了仔细调查分析 他们认为 事故责任人是机械员 与黄碧云无关 并安慰他不要分心 集中精力 飞好下面的刻目 在改装突击训练中 像这样危险的情况并不多见 但每发生一次 女飞行员的身心 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想能够把飞机安全地飞下去 完成任务 其实我想这里面 他们当时那个心理 临危不惧这样一种心理状态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之所以要把一部分父女 培养这些飞行员 就是发挥他们胆大心细 心理比较稳定 做事情想问题 比较细致这样一种优势 飞完起落航线刻目后 他们即将进入到最复杂 也是最为艰巨的编队飞行中 飞行员首先要飞的是品字型 也就是六架飞机 组成两个品字型 这种队形 对于左后方辽机机长的 技术要求非常高 因为里二运输机 是左右座的双座飞机 如果坐在左座机长的视线 被副驾驶挡住 他很难看到另外两架飞机 训练了几天后 进展并不顺利 尤其是几架飞机的距离 很难控制好 眼看授月的时间快到了 经过领导和教员反复研究 认为根据他们目前的 驾驶技术和飞行经验 短时间内很难飞好品字队形 因此只能改用单机跟进队形 当年参与改装训练的 还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姑娘 阮和珍 阮和珍1932年8月 出生于上海 上海解放后 他考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回忆起当年这段艰苦岁月 阮和珍仍然历历在目 编队也搞了 因为他就是要编队的 编队你一架飞机跟一架 距离要相等的 你不能拉得很远也不行 所以时间紧 任务纵 经过33个飞行日的艰苦训练 14名女飞行员 终于完成了起落航线 单机跟进编队 转场等课目 1952年2月底 他们将驾驶6架里二型飞机 顺利转场到北京西郊机场 准备执行授阅任务 6个机组的飞行员名单最终敲定为 1号机左座周应之 右座邱乙群 2号机左座陈志英 右座施力霞 3号机左座阮和珍 右座周真明 4号机左座王仙 右座和月娟 5号机左座五竹笛 右座万万灵 6号机左座秦桂芳 右座七木木 女飞行员驾机飞越天安门 是史无前例的大事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高度重视 授阅的前几天 她亲自带着苏联顾问 了解检查女飞行员们的准备情况 对于这段经历 刘亚楼当年也经常兴奋地 与家人谈起 在这个授阅之前 她专门带着苏联顾问到机场去 对飞机的准备情况 维修情况 飞机的特赦的这种情况 都做了检查 包括飞行中遇到的各种意外的情况 他们也都想到 对于这一天 对外国人的对秩序 都会承受到出现 我的指导在这种情况 是这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这种情况下 当然你也没法定 我现在还是注意 对于这种情况下 就是来自我 这种情况下 就是来自我 我今天就说 我自己的情况下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现在就说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飞行员们席地而坐 聆听首长们的讲话 朱德 邓颖超在讲话中对女飞行员所取得的成就 给予了高度评价 朱德指出 我们早有了女拖拉机手 女火车司机 现在我们又经过一年的培养 训练出了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人员 她们都是我们新中国妇女的光荣 也是我们解放了的妇女的榜样 随后邓颖超在讲话中强调 女飞行员在我们祖国首都北京的天空 举行飞行表演 这是过去旧中国所不可能的事 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出现这样的新人物 新事情 这些事实也证明了 只有我们妇女打破自卑感 有信心 有勇气 我们妇女同男子一样 一切工作都可以做 而且是能够做得好的 学生代表 教员代表相继发言 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总是令人难忘 朱德的孙子朱和平时常听爷爷回忆起这段精彩的往事 在这次起飞典礼过程中呢 首先是爷爷代表党中央 他叫王主席 作为三军总司令 他检阅了这个 我们的军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不仅塔台上的指挥员和工作人员非常的紧张 其他五架飞机上的姑娘们也跟着紧张起来 此刻谁也不知道三号机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过了一会儿 零三号机的软和针似乎也预感情况不太对 已经到了要起飞的时间 为什么迟迟没有传来塔台指挥员的呼叫 他一阵心慌 迅速检查驾驶盘 发射器等设备 很快找到了原因 二号机还没起飞 我已经划到那个跑到头上 等到要进去 等到进去的时候呢 我可能这个送话器送了 我这次按了送话器的时候 他这叫 我知道我赶快给送话器给安好 此时 软和针冷静下来 迅速调整好送话器插头 耳机里顿时传来了指挥员焦急的声音 零三号 太阳呼叫 准备情况怎样 请回答 软和针立刻大声喊道 太阳 零三号准备完毕 可以起飞 终于听到了回音 所有为他们着急的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寿越飞行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十二时十五分 在万众瞩目之下 三号机离地而起 直上云霄 其他五架飞机也依次平稳起飞 此时 机场沸腾了 欢呼声震天动地 人们朝腾空的飞机挥手致敬 十二名女飞行员的飞行航线 是从北京的西郊机场飞往丰台 阳村 通县 抵达天安门广场 最后再返回西郊机场 下午一时十分 女飞行员们驾驶着六架 墨绿色的离二型运输机 以整齐的单机跟进队形 准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接受中央首长和首都群众的检阅 当时在中南海的毛泽东主席 也走出办公室观看 毛主席高兴地对在场的其他领导人说 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驾驶的飞机 已从我们头顶上飞过 此时此景 不亚于开国大典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机群 通过天安门时的盛况 人们仰望空中的铁鹰欢呼跳跃 忘情地挥舞着手臂 她们为新中国拥有女飞行员 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提起当年激动人心的场景 女飞行员们始终热血沸腾 那个欢呼那个程度 就当你自己内心就很激动 就觉得自己已经在完成了一件什么的 很神圣的任务 路过天安门都说实在的 没敢往下看 就是想着怎么赶快过去 赶快地把这任务完成了 可千万不要出事 这个任务很光荣啊 对不对 也很骄傲 但是也很紧张 给它钻起来 给它往上抛啊 完了以后是我们一下子就样了 那个任务阵啊 你没看到啊 鲜花呀 那个群人呼啊 那个都是高中大学生 中学生这样的 下午1点20分 六架飞机陆续返回机场 全部平稳降落 与飞行员们将飞机划回停机坪 关掉发动机后 走下飞机 此时 七架机场早已变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各界妇女代表似潮水般涌向从天而降的14名女飞行员 为他们献花 起飞典礼仪式结束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全国复联副主席邓颖超 与全体女飞行员合影留念 女飞行员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热烈的掌声 欢呼声始终营绕在他们的耳畔 居国庆祝 欢呼鼓舞的热烈场面 久久不能平息 欢呼鼓舞的热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